滿滿生菜 番茄起司 襯托厚片手打牛肉漢堡排 配著醇厚濃郁的鵝肝醬慕斯 再淋上香氣四溢的松露醬 大口咬下 超級juicy又過癮 在吃的時候就聞到它的香味了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就是想趕快把它吃完這樣 然後它跟外面的差別就是說 不會像一般的早餐店 乾乾扁扁的 對 對 沒有肉汁 非常的紮實 還有飽足感 而且很香耶 很香醇 可能它是那個慕斯的味道 就是非常濃郁 口味大丸創意新梗 主角牛肉漢堡排 依舊還是鎮店之寶 加上香煎肥滋滋的培根 增添肉香 再滿滿擠上大份量的花生醬 鹹中帶甜的味道交融在口中 香濃卻不膩口 或是正可味的BBQ醬 巧妙用酸甜的鳳梨片 增添一風清爽 超受女性顧客歡迎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油 因為我點的是那個BBQ的口味 對 我本來會覺得怕說會 口味太重 因為它可能有加了鳳梨 我覺得說還滿清爽的 是一個很有活力的漢堡 對 那身材怎麼辦 身材就吃完再說了 對 減肥的是明天再說了 它的花生漢堡很讚 然後我本來以為它的花生會很甜 我不喜歡太甜了 因為女生都怕胖嘛 對 然後它的肉很紮實 吃起來就知道就是用手打的 就是因為手打 所以才夠香嫩彈牙 34歲的老闆陳君宏 曾經帶過兩家五星飯店 當然有兩把刷子 用平時價格 就能吃到飯店等級的手藝 選用澳洲草寺牛 攪好的牛肩肉與牛腹肉 加入西班牙初榨橄欖油 取其香氣 充分捏碎 放了出最佳口感 牛肩肉它是比較有口感 牛腹肉的話 它是帶有很豐富的油脂 那所以我們為了要確保說 它是3比7的比例 那所以我們要先把它分開來 然後之後再調整它的油脂 和它的瘦肉的比例 下去做拍打 這樣咬起來更有口感 現做的手打牛肉排 就像是壘球一般 激過陳君宏的拍打 擠出空氣 讓肉排更有咬勁 夾實的漢堡排 壓磨時就能感受到彈性 直徑10公分 厚度2公分 上高溫煎排 雙面煎到焦香上色 再馬上送進烤箱 先煎後烤 掌握最佳手度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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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